我们昨天晚上到了古浪县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是古浪战役展览馆 甘肃这边很多地方管控的很多地方还是挺严的 口罩必须是带包括去超市 这就是古浪战役经验馆的这个周边 前面前面就是那个入口了 它这边有一个景区入口景区停车场不收费的 四路要塞红色古浪 这前面这五个红旗 是一个是中国工农红军 然后红第九军第五军第32 然后那边抗日红军军旗 进入纪念馆的左手边 而它的这排羊树被称为红军羊 当时西路红军进入河系在古浪战役中有2000多名战士 牺牲了 之后古浪百姓把烈士的遗体就掩盘在了这里 也就是我们等着要去的红九军烈士墓 而这些羊树是在第二年奇异般的在烈士墓的周边生长出来的 而且树心是鲜红的像五角星的形状 所以当地的老百姓说这是烈士的鲜血自养这些羊树 后来人们就把这些羊树称为红军羊 它那个从出口进来要走很长一段时间才到这个游客中心 这个是红军引马湖 看这个水质是真的很清澈呀 它这个也是古浪县唯一的一块石地 1936年西路红军征战古浪的时候 沾马在这里饮水 在一个这里也是重要的后信结养地 所以为了纪念西路红军 后来就改名成了红军引马湖 刚刚进去那个游客中心 它里边这个里边好像不用取票了 古浪战役纪念馆里边 可以直接把那个车开到里边 它外边一个停车场 然后里边还有一个停车场 我们不知道 然后车在外边停着 然后到这个地方才是古浪战役纪念馆 它这里是周一上午闭馆 其他时间都是开放的 人家从周一下午2点开始 然后就可以参观了 只有周一上午是不开门的 它的这个开放时间是上午是9点到12点 下午是2点到5点 在这个古浪战役纪念馆的对面 就是红军西路军列势陵园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列势陵园 左边茫茫汉海为英灵 唯唯其连埋中谷 西路军的列势陵园也是当时红军西路军九军古浪战役的战场遗址 古浪战役结束后当地的百姓自发的为西路军的列势集体掩埋后堆起坟墓 一直到1991年才联合修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列势墓 经历了几十年后 这里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红色的流景区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九军列势墓 这里是西路军第九军在古浪战役中牺牲烈士的河藏地 俗称万人坑 列势墓它是有八十一个顶部刻着五角星的大理石长方柱组成的 寓意就是祈愿在这里长眠的两千多名列势 久久归一永垂不朽 刚刚那个地方是列势公墓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池陵园 这边是最早的是1966年的牺牲的列势 也许好 这边是最前一个颜色的设定 那边是最后一段时间的 明显东西都要浪人坚 在海沙松的浪面中 下鸳房里发展《沙松的浪面中》 鱼房里发展的一些东西 他们也许好 如果有一部分人没误会 这边是北land 那边是北斗 要是北斗 但是还在北斗 不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